你好 请先票 近日 在位于四川大学旺江校区的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跆拳道比赛场馆 成都大运会赛会志愿者 四川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意大利级硕士研究生李爱利 正在进行成都大运会第二次综合演练 到中国之前 李爱利曾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 在结识的四川朋友的推荐下 2015年 李爱利来到四川大学读本科 并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通过学习 李爱利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 在硕士研究生期间 选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继续学习深造 并取得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六级证书 本来我想来试一试 就不喜欢这个专业 然后我觉得中国文化 中文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选择继续学习 我觉得中国是比较现代的一个国家 发展很坏 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中国 曾经十分喜欢运动的李爱利在近几年疏于运动 很少锻炼 李爱利坦言 自成都筹备大运会以来 成都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 这也重新点燃了她对运动的热情 李爱利表示 如今作为一名志愿者 她更要身体力行参与到运动中 最近几个月里 李爱利陆续参加了成都大运会志愿者的相关培训及活动 3月 李爱利作为成都大运会赛会志愿者 为来荣参加成都大运会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的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洛·艾德 介绍了极具特色的成都文化 6月 李爱利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在成都大运会赛事期间 她将服务于四川大学旺江校区跆拳道场馆 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负责协助工作人员引领运动员入场 退场 并为现场观众答疑解惑 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于2019年在李爱利的家乡意大利举办 李爱利认为自己和大运会的渊源颇生 在她看来 大运会不仅是一项国际运动赛事 更是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的盛事 我觉得这次活动不仅是一个运动的活动 也是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活动 因为很多大学的师生 他们都要来成都参加比赛 我觉得多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帮助 我会三门语言 意大利语 中文 然后英文 所以观众遇到什么问题 我会很有力帮助他们 更好的服务他们 在李爱利看来 成都是一座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 他也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 来到成都都能去感受 成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魅力 马上大运会要开始 所以我希望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 会出到很好的成绩 我会去见他们去成都附近的地方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就在一个青城山等等 然后也有在成都也有很多好吃的 比如说我特别习惯吃火锅 床床 回锅肉等等 当一名志愿者 我就希望这次大运会 让更多的人关注运动 喜欢运动 参与运动